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堂课的老师要来教关于脸书的粉丝团 什么是脸书的那个粉丝团 粉丝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说一些像是插画家 甚至是企业相关的一些品牌 来进行群众的一个互动的一个页面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进行粉丝团的一个经营呢 因为说绝大部分个人化的一个脸书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来为我们社会大众来进行一些 它的那个好友圈的一个分析的 那那个粉丝团的话 它除了说提供一个广告的一个效益之外 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在说它能够把你分析说 你的一个粉丝族群主要是来自于哪一些地方 它是哪一些性别 那还有哪一些年龄层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借用这些资料 来做我们后续的一些广告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需要粉丝团的话 主要就是早期的话 其实因为粉丝团它的一个曝光率相当高 所以说早期它粉丝团的一个经营的话 基本上不太需要经过一些广告的一个播放 但是现在由于说FB它的一个使用率 它有增加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他们对于粉丝团的一个触及率 有做一些下降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现在同学如果要经营粉丝团的话 建议除了说你们一些内容要做一些精美的调整 要符合时事之外 那可能不时可能要去办一些活动 来吸引我们的一个粉丝加入 好粉丝团的应用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当中有做一个介绍说 我们可以藉由说粉丝团里面的一个洞察报告 甚至它底下的一些分析来了解说 我们本周的一个粉丝团的触及人数的话 是增加或者是减少 那甚至是你也可以藉由粉丝团的一个应用来提供我们 那个客群说你的一个商店的一个位置 跟你的一些联络资讯 好后面我们看到我们的洞察报告这边 洞察报告这边后面可以说帮助各位同学来分析说 你本周的一个那个触及的一个人次来说 是大概有多少人 那互动方面的话 也就是说粉丝他跟你的一些互动方面 是否有一个增加的趋势 那他的浏览人次来说 是否有增加的一个动作 那都可以说有效的让你了解到说 你的粉丝团的一个那个内容 是否有需要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否有需要增加一些行销活动或者是广告 好那讲这么多 既然粉丝团这么好的话 那我们要如何来进行粉丝团的一个升级呢 首先看到我们每个人的那个 进入到我们的脸书里面 脸书里面的右上角的这个倒三角形的这个 的这个小icon呢 我们跟他点击一下之后 跳出来的这一个工具列里面 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个叫做建立粉丝 专专专业的一个选项 或者是看到我们的那个脸书的那个最主方的这个整个 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工具列的这个选项 最底下这边也会有一个叫做建立粉丝专业的这个选项 那当然说我们在注册业这边 他其实一样也有建立粉丝专业的一个选项 同学可以随意的选择其中一个来进行粉丝专业的一个申请就可以了 好那进入到我们的粉专业的一个申请之后 他会有几个以下几个属性可以选择 那同学可以依照你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来选择说 那你是地方性的特色店家或景点呢 或者是你是可能是公司组织呢 或者是你可能是公众人物 或者是甚至是你想要建立一些品牌 或者是特殊的一个商品的话 都可以依照你的一个需求来做选择 好那进入到下一步之后呢 那我们的粉丝团的一个申请页面 他就会请你说来选择说 你的一个粉丝团的一个大头罩 那这一部分的话就是说 关于说就是跟你个人专业一样 个人专业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张大头罩是代表你自己 那同样的粉丝团的话 你可能是一个平台 或者是你可能是一个公众人物 那你就可以选择说 比较符合你形象 公司形象或者是品牌形象的一个图片 来作为你的头像 那下一步的话就是来到关于 关于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用一段简短的一个对话 来介绍说 我们的一个粉丝团 他是怎样的一个内容 比方说我们可能是 可能是卖手工香皂的 那我们就可以介绍说 我们的手工香皂塔可能是纯天然手工制成之类的一些相关内容 来帮助你的粉丝能够更了解你 好那接下来在下一步第三步 这个叫做Facebook网站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底下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命名 比方说我可能叫做那个什么 星星的来自星星的那个香皂之类的 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可以写Star什么之类的 来作为我的一个缩写 那未来这个 未来这个 网址的话他就可以 作为我来分享那个粉丝团的时候的一个 专属的一个网址 好 他就可以 我们刚刚开始一定是粉丝团 可能是零个人 甚至是没有人嘛 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借邀请好朋友 来帮你的粉丝团按赞的一个动作 来让更多的一个亲朋好友 知道说你现在目前正在经营粉丝团 以增加你粉丝团的一个粉丝人数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粉丝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申请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